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ar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我是孔溜溜老师 从一年到现在一直从事游戏开发工作 那么我们这堂课呢 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呢 有这么几个特点 封装继承多台 当然首先面向对象编程 就是把客观世界当中的所有事物 看成一个一个的对象 那么所谓的对象 它就有行为和属性 所谓的属性呢 就是可以记录一些对象当中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想写一个宠物商店的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当中 那么所有的宠物都是一个个对象 商店是一个个对象 下的订单是对象 那么宠物商店当中的宠物的粮食啊 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对象 那么这些对象呢 比如说狗是一条对象 宠物狗是一条对象 那么我们需要记录狗的年龄 那么这就是对象的属性 那么狗会叫 狗会跑 那么这就是对象的属性 对象的行为 对象是分为属性和行为的 那么对象呢 隐藏了程序实现的细节 至于怎么叫 怎么跑 那是这个对象 写这个狗对象的这个程序员 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其他人 那么想要调用狗这个对象 使用狗这个对象 我们不关心细节 所以说对象实现了 编程细节的封装 隐藏了细节 只关心对外的一些主要的接口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继承 继承呢 就是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工作量 就像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点 那么狗是一种宠物 我们可以写一个宠物的对象 然后宠物的对象当中包含了所有猫猫狗狗 然后仓鼠等等 这些所有宠物的共同的特点 那么在写狗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从零开始 从头再写一遍 那么就节省了工作量 就是继承 那么多态是什么意思 多态就是说 那么在整个所有的宠物 假如是一个大的家族体系 那么宠物 然后派生出狗猫 仓鼠 蛇 猫头鹰等等各种 那么这些子类呢 所派生出来的类具叫做子类 那么这些子类呢 这些子子孙孙呢 他们有各自的特点 他们需要动态的变化 那么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需要统一的维护 那么又需要统一的维护 又需要体现他们各自的特点 那么在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 动态的绑定机制 就是一种多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面向对象编程的优点 面向对象编程的优点 就是一维护一扩展一开发 总之就是各种优点 那么和面向对象相对应的 其实就是面向过程 面向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而面向对象 我们只需要告诉他 做什么 然后怎么做 是这个对象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关心 由于前面的一些特点 所以面向对象编程 具备了下面的几个优点 由于开发 那么大家可以相互配合 每个人写一个对象 相互配合起来 是非常容易配合 扩展的 我们可以通过派生 写了一个类 我们可以 它不能实现 陷入的功能 那么我们情况需求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派生的方式 那么继承原有的代码 同时写一些新的代码 适应新的情况 那么进行扩展 所以它非常容易扩展 与维护 因为它封装了细节 所以我们不关心细节 我们只需要维护那些公有的 那么其他人可以使用的借口 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 这就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优点 那么面向对象编程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掌握面向对象的核心思想 一切皆对象 这就是它的核心思想 那么使用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技巧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就是讲一些基本的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技巧 掌握这些技巧 同时运用面向对象编程的思想 就能写出我们上面所说的 一维护一扩展 一开发的面向对象编程的应用程序 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